女人最窩心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窩心故事 其实是我平时上班的一些点滴 可能很少的东西 其实已经可以令到人与人之间 有个窩心位在这里 故事是上星期发生的 因为我上星期四 可能晚上贪心 吃太多的海产女食物 星期五就 哎呀不行了 不能上班 我唯有跟公司同事说 不好意思要请假 所以不能上班 好了 请假了 我不以为意 因为去看医生 在家休息 我也没有听到节目 到星期一上班时 我碰到我的同事 我便问他 星期五那天 你们有没有跟听众说我请假 然后我的同事 就跟我说 你没有听节目吗 点了手 你喜欢的歌声的歌给你听 我觉得虽然是很少很少的一句说话 但同事与同事之间 有时就是 少少事情可以令到对方很窩心 我很感谢他 虽然我没有听到 但我有时间会回去重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